在一个缝合日历的周末午后, 狐狸猫跟小树蛙正悠闲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搬着它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籍。 这时,狐狸猫突然将它手中的小说凑到小树蛙眼前, 这着书中的插图跟小树蛙说, 天外云铁好厉害啊! 只要有这东西当材料,就可以铸造出威力惊人的神兵利器。 如果它有一把云铁做的菜刀,一定能让它的料理加倍可口。 只见小树蛙露出充满绅士风度的微笑, 对着狐狸猫说,零乘以任何数还是零哦! 接着,不等狐狸猫反应过来,继续说道, 其实只要将一般铁矿中的铁提炼出来后, 再加入一定比例的镊,就可以得到跟多数云铁成分相似的材料咯! 这时,狐狸猫好奇地问,提炼是不是像它在电视上看过的? 只要将铁矿丢进熔炉中加热融化就可以了。 小树蛙笑着摇摇头, 光是加热可不行,还要添加其他东西, 才能有效提升铁的纯度哦! 狐狸猫顿时觉得奇怪, 加东西不是会让杂质更多吗? 怎么反而可以提升纯度呢? 小树蛙说,这是因为加入的物质, 是能够跟铁矿产生氧化还原反应的物质哦! 一般从矿坑挖出的铁矿, 主要成分是氧化铁, 因颜色为红棕色, 所以又称为赤铁矿, 化学是为Fe2O3。 因此,若加入的物质可以从氧化铁中将氧抢走, 我们就可以还原得到铁咯! 那该怎么抢走氧化铁中的氧呢?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元素与氧结合的活性大小, 由大到小依序为 活性越大,对于氧的吸引力越大, 因此,在高温溶融状态时, 添加活性大于铁的元素, 就可以使氧离开氧化铁, 转而与活性更大的元素结合 这时氧化铁就还原成铁咯 而活性比铁大的数种元素中 碳是其中最容易取得 也是最便宜的元素 因此在炼铁的过程中 我们会加入主要成分是碳的煤焦 让它抢走氧化铁中的氧 就可以还原得到铁 这时小树蛙突然充满惆怅地跟狐狸猫说 虽然挖铁矿理想的状态 是挖到的都是氧化铁 但事实上 矿石中一定也会含有大量的杂质 这像极了爱情 刹那间 狐狸猫只觉得空气安静了下来 小树蛙表情一变 笑着说 但幸好我们炼铁时 可以借由添加注溶剂 将杂质从铁矿中分离出来 且形成溶渣 再借由炼铁的熔炉 也就是高炉的构造 将这些分离出来的杂质 从铁水中剔除 这时狐狸猫有个疑问 当铁矿在高炉中熔融 并经过一连串的反应 提炼成铁 与熔渣后 熔渣不会跟刚炼出来的铁 混杂在一起吗 小树蛙说 因为熔渣与生铁不会互融 且熔渣的密度比生铁小 会浮在生铁的上层 刚好可以阻止生铁 与空气中的氧接触 再次形成氧化铁 不过最终 我们还是需要将过多的熔渣移除 但不是用捞掉的方式 而是利用高炉的结构来进行 在高炉的底部区域 会有一高一低两个闸口 因为熔渣会浮在铁水上 因此高的闸口称为出闸口 可以让熔融状态的熔渣流出 而低的则称为出铁口 顾名思义就是让铁水流出的闸口 最后 我们可以获得铁 熔渣与二氧化碳 其中 熔渣还可进一步 作为肥料与水泥的原料 一点都不会浪费掉哦 而一般从高炉中获得的铁 是属于含碳量较高的生铁 可再借由进一步的加工 减低含碳量 变成钢或手铁 不同的含碳量 也产生不同的特性 含碳量越低 抗腐蚀的表现越好 且延展性也越高 相对的 含碳量越高 会使铁的强度越高 也越为硬脆 因此 质地较软 适合拿来高温断接的手铁 又称为断铁 而质地坚硬 适合用来铸造的生铁 则称为铸铁 在两者之间的钢 则是综合了手铁与生铁的优点 既适合断接 也适合铸造 也因为各具特点 不同的铁器 也适用于不同地方 譬如硬度高 耐磨的生铁 适合用在像是人孔盖 这种常会受到摩擦 撞击的地方 而延展性好的手铁 则可做成如铁丝 这种常需要弯折物件的材料 最后 钢就适合用在需要坚固强度 与韧性的地方 像是建筑用的钢筋 最后 钢加入一定比例的个 就可以产出不锈钢 在保有钢不易变形 抗磨损的基础上 又大幅提升了抗锈石的能力 也因此 广泛地在各领域中受到欢迎 从厨具 3C零件 医疗器材 一直到航态产业 应用相当广泛 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吧 生铁 手铁 钢 因为不同的含碳量 而各具特性 请问如果今天 要在户外建造道路 铁路 或建筑 最适合用哪一种铁呢 狐狸猫这时 已经把他的云铁菜刀 丢到脑后了 回想刚刚小树蛙说的重点 氧化铁 铁与煤胶在高炉中 会进行氧化还原反应 而杂质与溶剂 在高温下反应 最后可产出生铁与溶渣 而高炉产出的生铁 后续可再加工为钢或手铁 含碳量依序减少 碳越多 硬度与脆度越高 越少 则延展性越好 钢兼具两者优点 也可加入各 做成不锈钢 大幅提升抗锈时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